嗨大家好,我是想念 这个方便面可能大家都不陌生 经常都吃到了 我尤其是中爱这个方便面 从小时候就特别的喜欢吃 今天一个人在家整两包 方便面整一把90年的剪刀 先把它剪开 面饼给它拿出来 调料包先放一边备用 这个渣渣偷偷的把它吃掉 以前我吃这个方便面 我都是整一包 那个整一包 那个是吃不饱啊 两包又吃不完 今天还是谁吃一盘 吃两包 准备一个海椒把它切成丝 再准备一根火腿肠 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完蛋打一个超市蛋 用筷子把它搅散 调料包给它撕一份到碗里 这个粉不要放完的话 放完了挂痕 加入两勺开水 冲一个汤 锅内水开 下入方便面先煮熟 方便面已经煮了差不多了 用漏勺把它夹出来 锅内下入少许的油 然后下入鸡蛋 煎熟过后用勺子 把这个鸡蛋弄成一块一块的 下入青海椒丝 这里喜欢吃其他配菜的 也可以放一点其他的配菜 记住千万不要放太多油 因为这个方便面本来就有油 如果你放太多油的话 吃起来很油腻 稍微扁炒过后下入火腿肠 煮好了方便面 快速的把它翻炒均匀 调味一点盐 辣糖 再来一点老抽 加老抽主要是给这个面上一个碎 好看一点 翻炒均匀过后出锅就可以开吃了 装起就要开吃了 哎呦 闷秋秋的一碗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葱发美味鸡撑 哎呀饿死了 现在开始吃了 面条煮好过后我们不过水直接炒 炒出的面条跟筋道跟安逸 蒸子一大碗干啤啤的面肯定会哽人的 哽到的时候我们就喝一口刚刚泡的这个汤 是安逸的很 什么事 ientes 不是